谢谢大家 台长很感恩大家这次法会的祝愿 让这么多的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佛友 和来自世界的佛友 还有法师们能够祝愿 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佛法 两天的日子过得很快 我们也是法喜充满 感恩大家 感恩义工们 能够在观世音普照的博光普照下 让我们天天能够拥有的正能量 享受着博光普照的日子 台长经常跟你们说 一定要你们好 一定要你们不要生癌症 你要记住 一定不能现世报 现世报就很难上去 我要求你们不是在人间不痛苦 我要求你们是能够到天上去 让你们跟观世音普照住在一起 记住了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人生短短的几十年 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有什么可以了不起的 有什么能够让自己伤心痛绝异肺 让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 告诉你们 人生就是一条短暂的旅游 就是来让我们怎么样进入更高的境界了 人不好好修 那你就会下去 人好好的修 就会上去 记住了 学观世音菩萨 多多的慈悲 我们不会伤心 我们不会难过 我们不会在人间就做鬼 要好好地修啊 向菩萨学习 众善奉行 一定要像观世音菩萨 像佛一样的救人 实实在在的 在救人 实实在在的 在做菩萨 永远做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 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这几天我们度了多少人 能够让多少人能够把洗充满 回家就念大悲咒心经 我要让全世界所有的有缘众生 全部都能念大悲咒心经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我要求你们 就是要好好地学 好好地修 不容易啊 人生 过了这么多年 才闻到佛法 不容易啊 有多少人 什么都不懂啊 为了名为了利 一辈子就这么死去了 想一想 有多少人 三十岁四十岁就走了 最近有一个 三十亿上司公司的老总 不就是在 四十三岁走掉了吗 想一想 阿拉伯的王子 我昨天讲了 三十三岁 他什么都有 就走了 而我们 就算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这条命在 那我们就是有不弃的人啊 平安就是福啊 珍惜 好好努力 好好修 师父希望你们 各个都变成菩萨 各个都变成好人 永远要珍惜 你自己所得的一切 不要去看到自己还没有得到的 没有得到的就不是你的 那不是幸运的 要真正的 要感恩 感恩菩萨已经给我们的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以后吃饭之前 要自己双手核食 感恩 观世音菩萨 让我今天还拥有食物 拥有我们慈悲的心 拥有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身体健康 还能吃得下 你们好好地 自己祈祷 观世音菩萨 会给你们加持的 台长不停地把观世音菩萨 最新的信息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不容易啊 菩萨还告诉我说 昨天晚上 因为我昨天法会上讲了 今天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佛友来 所以呢 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在这里做一个功德 哪怕今天在这里护法 哪怕做一个义工 如果你说 我们家里有困难 你可以把今天 明天 昨天在这里的 所有的功德 说我给我的孩子 我给我妈妈生病的孩子 重病的妈妈 我可以给我自己身体 什么都可以给 这个是比许愿放生还要快的 但是不要把自己身上 所有的功德都给完 否则你会瘫下来的 听得懂吗 师父来一次不容易 昨天帮那个小孩子 因为帮他加持了 所以我没想到 他身上那个灵性 到了晚上来找我了 所以师父 一直到 今天开场之前 人都很不舒服 头痛 我昨天一天 就烧了一百多张小房子 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们 帮人家要悲业的 要救人 要付出的 所以想做个好人 都不是这么容易的 但是不管再苦再累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因为我们不是要求的人间福报 我们要求的天上的正果呀 再一次感恩 所有的佛友们的付出 感恩这些义工们 感恩大家 你们看师父 师父也满清欢喜 我希望你们能够 救度更多的众生 希望你们能够 明白自己 这一辈子 到底到人间来干什么的 我们不能就这么 稀里糊涂的来 稀里糊涂的走啊 我们一定要救完众生 我们才能到 观世音菩萨面前 爸妈 我没有辜负你 我带了这么多的菩萨 上来了 我想一想 如果你们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你们什么心情啊 如果当你们知道 你们还能活三个月的时候 你们什么心情啊 想一想 一架飞机 上去四秒钟 整个机器停摆 如果不是学博 不是我们念经的话 这架飞机早就出事了 飞机不就是这么出事的吗 但是我们怎么活下来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慈爱的 观世音菩萨 我们有伟大的菩陀 我们有阿弥陀佛 都在保佑着我们 说的太少了 台大最后告诉你们 今天来了哪几位菩萨 佛陀 佛陀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斗战圣佛 洪寒尔 全部都来 观地菩萨 也到了 我有时候 看到菩萨 站在我后面 他们在加持 所有的人 我就掉眼泪 菩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 我没想到 菩萨都在掉眼泪 很感动 菩萨是觉得我们最苦的 但是我们现在闻到佛法了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们不要忧伤 我们不要烦恼 我们要的是自己一颗纯洁的心 赶快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着佛光 让我们普照着这个大地 这样我们才会越修越好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